看到停车位旁边有手推车 自己用消毒纸巾擦湿了后 一路推了过来 一位工作人员走近说 这边有消毒好的手推车 建议最好使用超市消毒过的车子 原来员工不停地把顾客停放在各处的车 拉过来消毒 放在统一的地方供顾客取用 排队进超市 这个约50米长的路段 绕了四个圈 平时看见人多 掉头就走 现在也只有乖乖地跟着排下去了 有人派发消毒纸巾 有人派发消毒纸巾 太阳暴在下 人们很平静 一步三停地往前走 这人再按计数器 走过一个按一下 经过大约40分钟 才接近门口 大门口的这块牌子 标明了什么货品 暂时缺货 原来财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超市内货品封足 没有见惯的熙熙攘攘景象 和门口大排长龙 形成了宣明对比 最大的感受是来来往往的员工明显多了 不是在寻视货品和人流情况 是在寻视货品封足 肉食部货品挺充足了 到处都有员工提醒人们保持安全距离 柜台的边角上还摆放着消毒纸巾随时供人们取用 不停地有工作人员走动的身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时买惯你这种一袋十磅的土豆 一直是5块9毛9 上个星期没货 现在卖到6块9毛9 看来涨价已是无可避免的了 那就多买一点日用品吧 一圈走下来又是满满的一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看见是华人超市装这种遮挡板 现在连Costco也装上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论是员工还是顾客 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说这里是战场一点也不为过吧 门口验票的员工也是在折当板后面 像人性的看了一眼就算了 走出门外 排队进超市的人流还是那么长 工作人员人在不停的消毒推车 这样的日子到底还要多久啊 感谢观看